观察不仅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 更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认识彼此评价的重要途径。 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观察, 我们获得社会认可的满足感, 促进自身的发展。 那么如何观察才是正确的? 我们又应当如何应对他人对自己的观察呢? 所谓已经64卦之一的观光, 亦含着神明的人生暴力, 已经又是如何解释观卦的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 以已经的智慧。 请请关注观察真样。 我们经常在路上会看到一些牌楼, 两个柱子把它高高地竖起, 然后上面有一排引人注目的一些花样。 那就是观卦。 大家看看观卦, 它一共有六个窑, 下面四个窑全阴的, 只有上面两个窑是阳的。 那两个窑就是让你注目去观看的, 而下面这四个阴的就是代表看的人你是什么心态, 你有什么收获。 你从整个卦象, 大概可以了解到, 观就是一方面看人家, 一方面被人家看。 我观你, 你观我, 那就叫观。 为什么要观呢? 我想我们看序卦传一定看得很清楚。 它说物大然后可观。 东西太小了, 大家不容易瞩目, 不容易注意。 它一大了, 所有人都会用今天最新的话叫做吸睛, 就是把你的眼睛吸过来, 吸睛。 所以你看, 上九窑, 九五窑大大的在那里, 大家就会去观看, 故受之以观。 观怪就是我来了以后, 我所作所为, 经过这段时间, 我把的成果展示出来, 给大家观摩观摩, 我们今天常常讲观察, 常常讲参观, 还有瞻仰, 其实都是观卦的用意, 全人类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观察法。 观卦告诉我们, 面对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应当紧力完成, 做出让大家都满意的成果。 那么, 当我们观察他人, 或被他人观察时, 我们应当注意什么, 对此观卦的卦词, 给了我们怎样的告诫呢? 益经里面, 他讲观呢, 他是用祭典来模拟的, 我们来看看卦词, 观, 观而不见, 观就是卦名, 观而不见, 观就是洗手, 今天, 我们叫做惯喜事, 大家一看就清楚, 你就去那边洗手。 为什么祭拜之前要洗手? 什么道理? 表示你的虔诚的意思。 孔子说你可以不来祭拜, 你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来, 你就要存心, 否则等于不来。 可见那个不并不是不要的意思, 而是还没有, 见是奉献祭品。 我洗得少了, 我一切准备妥当了, 可是还没有开始, 整个的仪式, 所以没有人在奉献祭品。 包括说, 有人在奉献祭品, 但是我在盘光, 这种种的状况, 都叫做观而不见。 有夫, 雨落, 有夫就是诚信, 树木, 恭敬, 雨落, 就是你很专严的样子。 你很虔诚的去观理, 你就可以唤醒很美好的感情。 天人在这个时候, 他就能够合一, 你就会慢慢地感觉到, 你体内有一个良心存在, 然后趁这个机会, 你就会把你的良心, 把你的良人, 把你的良知, 把它唤醒过来。 这样的话, 你再去看东西, 你就不会有偏见, 不会有成见,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对你自己, 对别人, 都是有好处的。 拖案传, 它是用来解释这几句话的, 它首先指出, 大观在上, 九五, 上九, 这两个洋窑, 各位先体会到, 为什么要紧接着两个洋窑, 如果一个的话, 会不会太单薄了? 它两个合起来, 就构成一个宏大的景观, 高高在上, 顺而逊, 顺就是夏坤, 这个观卦, 它底下呢, 就是一个昆卦, 昆卦就是一切很顺, 一切很顺就是说, 你们要看就让你看, 只要你看得懂, 我就不应悔任何事情, 顺是谦逊的意思, 就是说, 我像风一样的, 我就是慢慢地去吹, 我不是很强烈地去给看的人很大的打击, 没有, 我反正让你慢慢去领悟, 中正已观天下, 中是指什么, 指九五, 九五是观卦的主摇, 他呢, 自己走正道, 观天下, 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提供天下人观赏, 沾仰, 最主要你要效法, 要学习, 而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他在哪里, 也要看看大家的反应, 如果这个牌楼挂出来, 大家走过去, 你看都不看, 或者看了以后, 就把头弄掉了, 那你就开始反省了, 一定这个牌楼设计上有什么问题, 或者字迹上有什么不对, 或者时间地点上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你也就是观天下, 把天下当作一面镜子, 你来做自我调整的一个参考, 全面真实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会让我们的决定更加正确, 用美好的感情处理事事, 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通过观察, 我们可以反观自己正确与否, 同时, 也可以发现他人他人的价值所在, 那么当我们以静养的心态, 观察到这个学习的事物时,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所见所感, 唯我所用, 让自身得到提高呢? 下观而化也, 在下面观看的人, 他要深深地受到感应, 最后他就感化了, 他就悟到了, 而且会放在脑海里面带回家去, 才有化的作用啊, 化就是内化, 观外面的东西, 然后经过你的领悟, 经过你里面的一些感应, 最后你要带回去, 在生活习惯上, 化成你的习惯, 那就真正地叫做内化, 观天是神道, 而事实不特, 神就是神庙的意思, 你看自然的景象, 你看时事的变化, 你看气候的演变, 你会感觉到真是神庙, 人要去做, 恐怕都做不到, 好像只有自然有这个本事, 那就是神庙, 事实不特, 就是说事实的运转, 他从来没刷错过, 这个人应该去想, 为什么自然有这个本事呢, 所以圣人以神道社教, 这个神道社教不是搞迷信, 两码事, 我们要了解神道社教, 其实应该去想想, 孔子那句话, 民可使有志, 不可使之志, 那不是愚民政策, 很多人说, 老百姓就在那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就好了, 我们不必要跟他讲太多大道理, 其实不是, 而是有很多道理, 老百姓一时不容易了解, 等到他懂了, 他可能已经过了一大半辈子了, 那他年轻的时候, 你怎么去跟他沟通, 其实神道社教, 在古代用得非常多,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你要叫老百姓说, 我们要大扫除, 把环境扫干净, 有没有用, 没有太大的用了, 因为很多人会想, 我扫了半天, 第二天风一刮, 然后又脏了嘛, 那活必那么少呢? 一阵子再扫就好了, 圣子一忙啊, 有时候整年他都没有扫了, 那这样一来, 整个环境就不会生, 你跟他讲大道理, 老百姓听不进去, 也听不懂, 所以古代的一些圣贤, 其实古代圣贤很多, 我们所知道这几个是, 今天所讲的代表人物而已, 他就告诉大家, 我们过节了, 要喜庆, 所以要放鞭炮, 而且鞭炮啊, 你要放得越长, 你们家伏计就越大, 老百姓一听, 这个对我好的事情, 该做, 拿钱去买鞭炮, 而且选了很长的, 回来糟糕了, 这鞭炮这么长怎么放啊, 谁就把竹杠绑起来, 然后撑上去, 一路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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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就是在, 今天所讲的叫做消毒, 因为鞭炮里面有硫磺, 你放得很高,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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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个硫磺就是在消毒的, 我请问大家, 当这个鞭炮, 叮叮叮搞得一地都市的时候 你会不扫吗 当然要扫 所以你自然就会去扫 你不用说他就大草熟了 而且我们发现了 这个老八仙扫那个鞭炮靴的时候 他很有意思 他看看没有人就往别人家扫了 看看没有人就扫到英国里面去 你怎么讲也没用 因为他很方便 所以我们说你要扫地 你要记住 要把垃圾往家里面扫 不要往外面扫 为什么 因为那是财富 你舍得把财富往外面扫吗 当然扫进来 你扫进来 你清除掉了 你们家钱财就多了 这一天还得了 你以后叫他说扫到旁边去 他都舍不得了 说不定还把别的那边扫一点过来 他就达到教化的目的 那你说现在科学发达以后 还不要神道社教呢 还要 古圣先贤巧妙利用百姓对吉祥如意的渴望心理 达到了清洁环境的效果 可见神道社教并不一定是宗教迷信 而在于使用这种方式的人处于何种目的 现在放鞭炮 大扫除等活动 早已成为我们的习惯 神道社教还有什么用途 为何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神道社教仍然存在 他们又在哪些地方有所体现呢 你看你到寺庙里面去观光的时候 去参观的时候 那些导游多半都在神道社教 他告诉你这个门槛是不能踩的 其实是神道社教 为什么 他怕你很好奇 因为里面挤了很多人 你看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想踩在门槛上 然后比人家高 去看个究竟 这个时候 你不会去考虑 你身高有多高 你不会考虑 你踩在门槛以后 上面会不会去撞到 你都不会考虑 然后一下冲动 一踩 然后这里 受得上 回来 谁负责 导游要负责 最起码增加麻烦 所以他告诉你 这个门槛是不能踩的 就是告诉你 安全第一 现在我们慢慢了解了 神道社教 他有三个主要的原则 摆在第一个的就是 安全 你看啊 家里头如果有长廊 就是长长的走廊 你晚上一定要挂灯笼 如果不挂灯笼 就会闹鬼 这个也是神道社教 你想想看 在走廊上 晚上走来走去的 都是那些工作的人 所以老天说 常人晚上不开灯 会闹鬼 那你就刚刚 只好开嘛 一开就保护那些人的安全 第二个 为了方便 你看说寺庙的大门 中门不能开 中门怎么不能开 你开的会怎么样 我都不想进 你想那个寺庙啊 在古代多半是在荒郊野外 荒郊野外会成军结队的 来找这个寺庙麻烦的人 不是徒匪就是强盗 他拿着刀枪一进来 你再有什么权术 你都挡不过他 而且他整个给你毁坏掉了 你找谁啊 所以为了安全 中门要关 为了方便你防御 所以中门要夹好几刀 因为平常不开了 然后边门呢 它就比较容易关了 因为它底级小了 而且冲进来的人 他要分开来之后 这个时间上就让你很方便的 去把它关起来 还要有效 安全 方便 有效 那就是神道社交 最好的效果 天下服务 天下就服了 大家服 为什么服呢 你对他好 他怎么不服嘛 你们家 跟对面呢 这个路冲 也好 面对面冲 也好 所以叫你 弄一个八卦镜 那是心理建设 叫你家里 弄一个造壁 那倒是真的 你想想看 你们家 那个门是敞开的 外面的人 一眼就可以看到里面 这对你们家安全吗 你家里的动静 怎么可以让外人知道呢 那太不安全了嘛 所以你就弄个造壁 挡住他的视线 保护你的安全 这些东西 老百姓为什么会 一带一带传下来 就是对他有好处嘛 趋利避害 是我们每个人 共同的心愿 因此 那些饱含良好寓意的习俗 可以流传至今 可见要达到 天下福典的目的 还要从百姓的自身利益出发 那么通过光挂大象 贤命的金主 又将获得哪些启示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官挂的大象 风行地上 你看上面那个挂 是一个风 下面是地 叫做风地官 你看那个风一扫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叶子 所有的乱七八糟的水子 统统把你吹得干干净净的 而且吹得到 让你看得到 先王与省方 官民社教 就表示这些 是值得行政来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照顾所有老百姓 王过去的就叫先王 就是过去明治的君王 他看到风行地上 把所有乱七八糟都扫出来 那他看得很清楚 平常以为很干净的 现在风一扫你才知道 哇 原来这么长 他就知道了 他说我应该啊 要定期不定期 省方就是去寻查四方 亲自到地方上去 宣誓宣誓 官民社教 观察民情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子 这些老百姓在搞什么 那我要怎么样子来教化他们 我要根据他们所能了解的 根据他们所作所为 我才能够配合他们的需要 这个时候大家才会接受 然后他的责任就完成了 我们这样讲下来 大家可以知道 观察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你要仔细观察 你还要用心去观照 同时你要观他的奥秘 但是大学里面写的很清楚 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问 视而不知其问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是心不在焉 所以视而不见 看到了 跟没有看到一样 老实讲 越熟悉的东西 你往往 越觉得这没有什么 越好奇的东西 你又看不懂 所以你看人就是这样的 熟悉的 你不想去知道 这个太熟了 天天看 有什么好看的 可是心情 你怎么看不懂 很多人去了 一次美国就觉得 他 知道美国了 然后逢人就这样 美国人怎么样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视而不见的人太多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 现在说建立自信 那就更糟糕了 我们常说要培养自信心 自信是成功的保障 为何曾老师说 建立自信是糟糕的 在这个酒香 也怕巷子深的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培养 正确的自信心呢 你看不懂 越有自信 那就糟糕 糟糕 看不懂 你就谦虚一点 没有 自信 自信就是敢 暴露自己的弱点 那叫自信 这种自信 要得干什么 我们应该把那个信用的信 改一改 叫做性格的信 这个自信 比那个自信重要太多了 人要排除自信的障碍 而不是盲目地建立自信性 这是现代人最麻烦的事情 因为他不了解什么叫自信 他只知道那个自信 勇敢 怕什么 一次害怕 第二次就不怕了 这都是害死的 你看一个小孩子 你有必要叫他上舞台吗 有必要吗 我不知道 你自己想 有的人有必要 有的人是没有必要的 你让他太早上去 他那种压迫感 他说不出来 小孩子不一定要哭出来 不哭有时候比哭还难过 我再说一遍 不哭有时候比哭还难过 你看 哀莫大于心死 他不会哭的 他心死了 他不会哭的 哭还是有救的 他心里想 你们大人在干什么 你折磨我 我这辈子再不上来 那么糟糕 老师在学校拼命逼 逼到了很多人 我一旦大学毕业 你试试看 我会再看书 我就奇怪了 就是老师的功德无量 但是他不知道 那叫做自信的障碍 我们有观的真实 一定要把自信的障碍排除掉 什么 承见 主见 偏见 然后先看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叫自信的障碍 观的目的是什么 观的目的是要选定 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这样才是会观的 你选定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干嘛呢 要及时付诸行动 观的时候一定要进 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动 所以先进后动 才是会动的人 你什么事情先看清楚 你急什么呢 一进来就发表很多言论 然后才发现糟糕 跟现实环境完全不一样 你脸挂得住吗 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你在美国 你会发现他们呢 有那个时间差 所以你觉得很奇怪 同一个国家 为什么我们这里是下午一点 那边是下午三点 那这怎么办呢 他就告诉你 没办法 因为我们国家大 他正好这个时间呢 有他的一个变动 那你只好这样子 那你就应该想想 我们中国也很大 可是我们中国 因为时间差 没有 我们全国都是北京时间 全国都是 那是不是我们不对啊 你看新疆那边就好了 跟北京差这么远 因为时间差 当然有啊 怎么没有 北京天亮的时候 新疆还没有亮 那是不是应该我们这里 六点的时候 他们那边还在四点钟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全国统一 免得麻烦 但是 我们弹性散烦 为什么 北京八点钟散烦 新疆那边 可能十点钟才散烦 那用这样的 妥善的应用 有什么不对的 我们六点钟起船 他们八点钟起船 就是什么不对 因为他太阳 日照的情况不一样 那这样你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谁对谁不对 而是每个人思路不一样 你就不会批评 否则就是 大大的发表你的言论 这样不对啊 落伍啊 要学人家 要怎么样呢 最后是惹人家笑话 一个人进不下来的时候 你是看不清楚 观过之人 你看一个人的过错 你就知道 他的心 人不人 你看大家的过错 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 人之所以 为人之道的人 观其不予 真君子 看相机 越看越怎么做 要出去了 要出去了 看你什么事 那你来笑好了 不 我不笑 我不笑 你们笑 我不笑 我不笑 好 一看 非笑 非笑 这种人太多了 你就知道 要做一个真君子 真的很难 八九多元 是小人 你真酒就真酒 你喝酒就喝酒 没有 哪个酒杯在上面 讲半个小时 烦不烦呢 这两句话 是传很久 观其不予 真君子 把酒多云 是小人 我们 一天当晚都可以看到 观者如堵 堵就是很多很多的人 大家都在看 看热闹 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都在看热闹 看了等于没有看 所以 我们真的有需要 把观卦的每一个窑 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 要来谈 见微知柱 看到很微小的 你就能够了解将来 显著的以后 是什么样子 才不会措手不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